这个就要请教专业的余将军 美军现在最近有个驻日的航舰 被迫离开西太平洋 那美国呢小动作牵制中国大陆 所以余将军 他这个为什么小动作 牵制中国大陆呢 这个大家很清楚 这一次的这个维封2021 美国用到了一个航空母舰战略群 雷根 雷根号 你看他从2015年进驻横须克港 把他当成母港之后 从来没有离开太平洋地区 第一次 而且跑到这么远 跑到黑海那边去 那大家已经很担心 哇 那我们太平洋地区 美军就没有航母战斗群啊 来了伊丽莎白女王号来了 英国的对 进驻横须克港 而且最近大家看到一个消息 大家说奇怪 美军所属的F35 为什么在英军的航母上起架 有10架 F35在英军的航母上起架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 就告诉你 这一块的战略的这个区域 由伊丽莎白女王号来接手 所以这就是拜登厉害的地方 拜登不向川普搞单边 他是搞多边 所以我跟你看美国跟英国 能够处得这么好 不容易 他们两个虽然是兄弟之邦 可是一直互为优越 所以他可以把伊丽莎白女王号 调到横须克港 这个时间真的很巧妙 完全结合 无缝接轨 无缝接轨 大家在担心说 雷根号走怎么办 伊丽莎白女王号来了 不但来了 而且上面进驻的10架F35 已经在训练起降 而且已经成熟的 做好各种训练 所以这事大家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美军在关岛的 奥克拉河马城号的 核子动力潜舰 也到横须克港 这个潜舰 我们就说奇怪 你们怎么会知道 那当然是美军公布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 你绝对不会知道 潜舰就是要来无影去无踪 它根本你抓不到它 可以它会让你知道 我进了横须克港 而且我还告诉你 它的上面具备了战斧寻觅飞弹 多远3100公里 这个飞弹就是说 我在横须克港附近 我只要在这边部署了 你包含了北韩 包含了中国大陆 一线甚至二线的城市 全部在我寻觅飞弹的射程之内 你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这叫什么 我觉得这不叫 美军的小动作了 这叫做整体的战略布局 滴水不漏的布局 你不要认为说 雷根号走啦 好像这边就有一个空洞了 我们整个北太平洋 是不是就有一个洞 没有洞 全部都来 而且他告诉你 不是我美国一个家的国军在搞 我一个美军在搞 不是我找了英军 我把关岛的驻军 全部都做了灵活的调动 这就叫大战略 而且他还把他刚完成 这个重新装备的卡尔文声号 也调过来 对对对 就是说他不会因为 这个威风2021的演习 然后就把整个地区 有某些地区的战略间隙 没有全部填满 所以说他可以使用的 他就是让整个大陆跟俄罗斯 你知道我手上 不是只有我美军的力量 我全世界的维和力量 我都做了统和 所以说他才会说 让这个区域 我是要维安 要维和而不是为了争霸权 对的确 那这个又是什么 就是学者建议 美国在台湾常驻装甲 这你的专长 你是装甲旅的 我在装甲兵的基地 待了非常多年 其实我们装甲兵的基地 本来就有国外的部队在 对那只是说 那个我们都不能说 不能说的秘密 包含了东南亚的部队 包含了美军的部队 我们一直都有 那他们来是跟我们一起训练呢 通常来就是协训 就是协训 那这一次学者建议的 那是我们长年以来 我们国军想要做到的事 就是其实国军 你光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军队 我们自己国家装甲兵 在训练场地上 你怎么做怎么弄 自己跟自己比 没意思 可是有一个国外的军队来 完全不一样 有比较 有比较 我们可以看 那个东南亚的军队 怎么这么强 他们那怎么做法 会互相去战绩 会互相去切磋 会去尬 那如果美军进来了 美军它是M1战车 我们未来也是获得M1战车 那种纯熟度 跟所谓战绩的良性竞争 这会让我们整个国军的士气也好 最主要是协同战力 协同战力 我们就讲 你看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在他们的宁夏附近做演习 这演习没什么了不起 有没有协同 有没有协同 俄罗斯的直升机 俄罗斯地面部队 跟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地面部队 有没有协同 还是各玩各的 各玩各叫火力展示 那一文不值啊 那叫火力展示 反正就打完就离开了 重要是协同作战 我的火力协调 我的兵力协调 如何让两个国家的军队 结合为一 为了一件事情而努力 其实如果美军 我认为目前的机率还没有 这个机会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成熟 未来成熟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美国的军队进驻进来 有两个战略目标 第一个就是可以提升 中华民国的部队训练 第二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半迁 我就把你抓住啊 很多什么叫半迁 半迁是什么 抓住 就是告诉你解放军 我这里有美国的部队在 我这里有美国的部队在 你要不要来动动看 你要不要来碰碰看 你碰我的话 你就是要跟我宣战 那你如果不碰我 那我间接的 我就让整个台海 让台湾的局势 是获得了一个所谓的间接的保障 所以这有双重的意涵 所以很多人说不要啦 美国的部队一来 美国的驻军一来 是不是就影响到 让这个解放军有借口打我们 解放军要打台湾 解放军要打我们 不用借口啦 他随时都在打你 所以唯一有让自己的战力强化 让自己的整个国际战略 跟国际站在一圈 我们的国军才会左右逢源 这对台湾的安全保护 有更好的方式